不经常修特斯拉的修理厂啊 可别接特斯拉的活 要不修不好啊 真容易赔钱 我一个朋友修理厂啊 前两天接了一个特斯拉事故车 现在啊 外围的这些活基本上都修好了 但是呢 启动不了车 车主呢还着急 自己问了一下赛电 赛电说了 由于修理厂操作的失误 导致这个东西坏了 必须得换全新的 买一个得五千多 车主要求修理厂 必须给赔他五千块钱 修理厂修个车也没挣五千 能赔吗 这个事啊还得我给它解决啊 对啊 是特斯拉16V的启动电池 像这种锂电池啊 有一个特性 如果你长时间不用 或者是溃电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电池呢 数据锁死 你再想用 再想充电呢 就用不了了 通常来讲啊 像这种情况呢 就得换这个电池的总成 但是到我这呢 还换啥呀 给它兴奋得了 咱们先把电池给它分解 看一下里边 这个呢 就是电池内部的电芯 上边呢 就是电池 上面BMS的保护板 出现这种情况啊 就是因为在保护板上面 有一个CPU 里边的数据锁死了 咱只需要给它写个数据 恢复一下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很多人一提到写数据 认为这个活很难 其实根本不难 咱们先按住这个图 把线给它接上 编辑好之后 我们在变成器上面 选择读取数据 数据读好之后 我们打开要写入的好的文件 我们选择特斯拉 已经备份好的 选择确定 选择写入 选择 确定 然后等这个进度条 从头走到尾之后 这个数据就写好了 这个数据已经写好了 咱们把这个线给它焊下来 把电池给它还原 电池已经还原好了 咱们拿光药表 测量一下它的电压 现在是15V 一切正常 再拿这个试灯 看看它能不能点亮 好了 没问题 一切正常 这电池就修好了 老铁们 你们说是这些 传统的燃油车修车省钱 还是这些新能源的车 修车省钱 说出你的真实感受 打在评论区告诉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